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训 2023年4月20日 丽华古训硬闯圣基莱斯连 周五凌晨 欧洲联赛半准决赛次回合同时开打 圣基莱斯连将主场对阵丽华古训 虽然实力方面圣基莱斯连略逊一筹 但他们欧洲联赛发挥出色 而且次回合坐拥主场之力 圣基莱斯连有望法定时间内保持不败 圣基莱斯连今季欧洲联赛发挥令人眼前一亮 16强面对德甲球队柏林连毫无退锁 和对方大打对攻战 并在次回合主场3比0击败对手 其中泰迪迪马 JT拉沙尔和拿普辛多达三人建功 足见他们进攻端人才几几 要知道 本赛季比甲圣基莱斯连就有多达16人打开入球账户 其中泰迪迪马各项赛事攻入13球 这个成绩单在队内数一数二 火力点繁多是圣基莱斯连的取胜之道 但需要留意的是 他们进5场比赛全部都有失球出现 后防线存在隐患 在比甲中 圣基莱斯连失球数多达39个 为前5球队中最多 可以看出他们更擅长打对攻战 鉴于利华古逊的攻击力不俗 此番圣基莱斯连需严阵以待 阵容方面 后卫S云达西顿停赛 门将埃尔皮亚特因伤缺阵 利华古逊过去11场各项赛事 取得八胜三合的战绩 出色的状态保持得十分稳定 在他们阵中 包括莫沙迪亚比赛内 多达17人都取得过联赛入球 进攻端的特点和圣基莱斯连相近 而且全队目前在得甲中攻入51球 攻击力排名联赛前列位置 至于欧洲联赛方面 利华古逊附加赛阶段 面对摩纳哥只是通过12码大战过关 不过 这给球队建立起了自信心 随后在16强两回合双杀费伦斯华入市 成功突围而出 而且期间 均能零封对手 算得上是攻守兼备 回顾与圣基莱斯连的首回合较量 利华古逊控球率63.6% 射门次数则为15次 只可惜球队得势不得分 期间的射门质量也需要提高 考虑到做客挑战圣基莱斯连难度不小 示意利华古逊应以法定时间不败 作为主要目标更实际 阵容方面 门将安德利隆尼夫和前锋博德烈书西克 殷商眷情 感谢你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感谢你的支持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